各位同仁我先不要及时 我先做一个会议的说明 第一个我要先肯定我们的主席 从善如流 因为能够尊重主席的工作呢 就是主持会议 那尊重各位委员的意见 那今天主席能够尊重我们大部分委员的意见呢 在这地方我们要表示肯定 要表示肯定 那第二个我也特别强调我的立场 因为刚才有人说我很票悍 很凶悍 我告诉大家我是温柔的有原则 我只是有原则 因为我举个例子给大家 第一个宫都盟曾经多次表示说 希望能够 希望能够进来旁听 那要监督每个委员问证 那我就不同意 我就说因为我们要有一个 纯干净的一个问证空间 第二个事情我想大家记忆犹新 去年我们在审南山合并案的过程当中 当时也请到了 南山的相关的团体关系人进来 要来参与会议 也被我赶出去 我说我们在审你们的案子 你怎么可以进来在那边旁听呢 坐在那个地方参与会议呢 十分不妥当 我们利益没有回避 所以我也体验把他请出去 所以今天呢我不是针对性的 如果说今天前面两个这些团体 两个案例 我都都否定他们 不可以让他们进来 今天我去让在座各位 那些团体坐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恐怕的话我会自私立场 所以我特别把就是我的态度是一以贯之 跟大家做个报告 那第四个我要跟大家报告 因为今天来的团体也不进公平啊 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这个券商啊 经营的团体资方啊 我们没有看到投资人的代表 散户的代表 他们有很多的 很多的他们自己自主的协会 或者相关的 他们也没有被邀请啊 所以本身如果一样进来 大家全意相符想了解这个 这些方案的进度的话 那并没有被得到公平的对待 所以我把刚才有人私下这么讲 我说我很凶悍很票悍 做个解释一下 好谢谢各位 主委你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蒋洁夫要看他们准备的状况 那你们跟他们保持非常密切联络 所以券商工会有没有跟你表示 什么时候他们可以全部准备完成呢 跟委员报告 现在整个券商工会 正协助所有的会员券商啊 正在全力赶工当中 那初步看 初步看他后许会在 5月底6月初会完成 但各位委员报 但这只是一估的进度 那因为这必须每一家完成才可以宣布 所以我们还是保持一定的弹性 希望越快越好 所以得到证实 如果顺利 前提顺利的话 就6月1号应该会上路 就什么时候准备完成 什么时候就上路 对 那另外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这个措施啊 有正有反 我就看到很多的投资人是反对 比如阿土博一个典型的投资代表 他就说政府想钱想疯了 为什么要开放呢 他反对 所以我不太了解 政府开放的目的是 什么 让大家拌得更大 还是说 这个会 跟国际潮流接轨 还是说这时候开放有什么意义 因为真正的投资人似乎不领情啊 跟委员报告 其实真正我们调查过 其实真正不赞成的少数 那阿土博我们有 你们这调查对象是谁 那少数是多少的少数 比如说在我脸书里面 留言里面 大概只有大概 脸书留言不准啊 你们用一个公平客观的民调 开玩笑 国民党的初选 如果用这种脸书留言的话 那谁发动并且最多 那跟委员报告 真的真的 不赞成的不多 那另外就是我们有配套 我们有配套 比如说我们 担保维持率会提高 另外会加强宣导 是 那另外还有个议题 我想请教一下 那除了开放账地服务之外呢 有关于股市交易时间的延长 你们有提成表吗 有关股市延长交易时间的部分 那这部分因为还没有 还在沟通 还没有达成共识 那这部分我们会等到 下一波再来做检讨 但是你们目标要往这边做 因为要有共识才能做啦 那因为现在建商工会也好 或者是建商的相关 从业人员也好 还有不同意见 我们会在沟通 是 另外还有一个 主委你刚讲到 你常用脸书跟人家沟通 你知道现在打电话 为了节省电话费 大家甚至都用软体在打电话 譬如说用 那个用Line 它里面有免费提供电话 用FB也有免费提供电话 用WhatsApp也有提供免费电话 现在没有人在打 这个 这个有关雇线 雇网在打电话 就是中华电信加到家里 没有人在打 可是你们现在有关于 委托下单呢 你们还是 禁止用手机软体来接受委托 其实立法院做的 决议是希望 在交易过程有录音 最重要 就是发生纷争的时候 可以 有个仲裁 有个了解 到底谁是谁非 可是他到底用什么方式 当事人 他用什么方式来打电话 我倒觉得 金管会应该要与时并进 比如说 他用Line打电话 免费打电话 他用FB免费打电话 他用那个话词免费打电话 只要营业员跟投资人 他的音可以录起来 那这个科技很简单 因为都 现在都很简单 只要可以录起来 可以存证 这样就可以了嘛 那可是你们现在 却要求所有的投资人 只能守在电话 雇网的旁边 在那边打电话 大家一定要进耗子 或一定要在家里 守在电话旁边 用传统的坐机方式 在打电话 我觉得很落后耶 所以你们这部分 有在考虑要 这个与时俱进 来修改规定吗 跟委员报告 现行的 现行的规定 其实只要可以录音 就可以了 我们没有限制说 一定不能用行动电话 有啊 你们就有啊 你们就说 禁用手机软体接受委托 市民金管会下的令啊 我们可能要再确认一下 局长刚刚讲 我们其实我们要只要能够录音完成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今天这是一个重要的措施啊 是 就是说只要能够录音 你要用通讯软体来打电话 或用坐机打电话 顾网打电话都可以 是不是 跟委员报告 他手机进来 那到这个证件上之后 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录音就可以 就可以了 那这是很重要的宣誓 是是是 那另外我想请教一下 有关于这个保岛债啊 你们的这个官网里面特别提到 就是说你们现在 未来要适时的研议 把他的这个销售对象 扩大为非专业的投资人 是 就是一般散户 那以满足散户之投资需求 这是你们自己官网 是 可是听说你们最近 又自己又否定自己 又说不行 那理由何在 为什么前后会有立场 这样的转变 跟委员报告 因为有关保岛债的部分 我们刚开放给专业投资人 那等开放给专业投资人 因为专业有一些专业投资个人 等他开放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才会进一步来研议 给投资给一般的普通人 他的期程呢 期程是多久 可能要年底以后 才会进一步来检讨 年底 因为现在已经开放给专业的投资人 那总是要让他适应一段时间 所以一般的自然人话 要到明年以后 对 我们要再等 OK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二位